我不是要审理 很多人开始感叹 这不就是关谷吗 不 他是王传君 电影中他是眼里受益 一位白血病患者 其实我们一眼可以看出 他的体型发生了巨大变化 剧中的他明显感觉到瘦了很多 不管是体型还是人的精神状态 他都刻画得非常好 为了更好的塑造人物 他付出了很多 带来最直观的就是身材的变化 原因是他每天坚持跳绳八千次 到瘦了二十多斤 他的努力得到了好评 就像他喜欢的那句话 成为你想成为的 别成为他们所希望的 观众们除了赞捧 想必对跳绳已经心中不已 二十多斤 这样的运动 想必让大家重新找回了减肥的信心吧 如果平日里没有好的外出天气 在室内选择跳绳燃脂是非常有效果的 这让我们的二十斤肥肉 只要坚持就可以轻松甩掉了 跳绳十分钟和户外慢跑 三十分钟效果差不多 所以这是一项用直哨 消耗大的油氧运动 不少网友纷纷立了slag 然而 哈哈哈哈很多人觉得跳绳会让腿更粗 实际上跳绳能够有效的消除你的坠肉 无论是臀部的还是大腿多余的脂肪 让腿部线条更加优美 前提是 要拉伸 跳绳不仅仅然之 也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力 爆发力和平衡力 也可以预防身体的疾病 以上的动作每个三十次 做四度左右 每天坚持 一定会瘦成你喜欢的样子 跳绳还需要注意 不要全部用膝盖带动身体 这样会严重损伤膝盖 学会调整呼吸 心脏不能附和了就适当休息或者结束 这样高效的运动 只要坚持 绝对会让你快速瘦下来 再搭配营养的三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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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